1.羡慕定律 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厦时,也许缩缩在墙角的人,正羡慕你有一座可以遮风的草屋。 当你羡慕别人坐在豪华车里,而适宜于自己在地上行走时,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 2.效果定律 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效果是一样的。 3.极度定律 人们极度的往往不是陌生人的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飞黄腾达。 4.方圆定律 人不能太高,也不能太远,一个会伤人,一个会让人远离你,因此人要拓远。 5.口水定律 当你成功的让人流口水时,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 6.风雨定律 爱情经得起风雨,却经负起平淡。 有情经得起平淡,却经不起风雨。 7.成就定律 如果你没有成就,你就会因平庸而没有朋友。 如果你有了成就,你却可能会因卓绝而失去朋友。 8.馅饼定律 当天上掉下馅饼的时候,小心地上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 9.错误定律 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 10.评价定律 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他的。 11.充分定律 太拿自己当跟踪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12.流言定律 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注定不持久,但是又传得飞快。 13.害怕定律 伸手怕属手,属手怕高手,高手怕失。 14.傻瓜定律 把人家都当傻瓜,那一定是自己傻到了家。 15.难过定律 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为你的宽乐而快乐的是朋友。 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就是那些该放弃心理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